你真的以为 我就是你眼中那种负心汉吗 其实当年我跟你分手 并不是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查出了癌症 长癌终顽剂 其实那个时候 医生几乎已经给我宣判死刑了 说我治愈的机会不太大 真的 我当时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跟你分手 我不能拖累你 我生病的事没有几个人吃 我觉得 所有人 都以为我被外掉了 你找不到我那段时间 其实我是在北京治病的 两次手术 三次放疗 真的 因为说 你 你 我 你 然后 你 我 可是当时 我的状态真的太差了 我已经受得没有人样了 我怕吓到你 所以我只能再等等 我想等我身体 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我用我最好的样子 出现在你的面前 湛羽安 是我回来以后接受的第一个案子 真的 我怎么也无法想象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会是那样的一个场景 你嘴里跟我说 年纪有多么的混蛋 其实我看出来了 你已经爱上他了 晓鸥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受吗 好 好 老师 老师